手榴弹级 现在饱满很多 好多 现在饱满很多 但这样出街厅真的比较夸张 那你的包包要一球一球 像背着网站一球一球 拿去铺铛会对你另眼相看 接下来要试机 试器 帮你拿钱搭桌子 一样有异曲童之妙 大家好,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产品 在我手上的这副 天龙的AHD9200旗舰大耳牛耳机 这副耳机也相当触目 也是天龙的一个非常重点的产品 所以我一到手这副耳机 其实已经有个老友去找我 它就是熊人 所以我趁过年之前 就找它上来和我为这个耳机开箱 买的时候应该是这样 哦,买的时候是这样的箱 先把它倒出来 竹壳 Handcraft in Japan 嗯 好了,开了 肥皮声 当然要 小心一点 有点震 天龙since1910 有签名的 QC 最后做那个人他会签名 还有Thank you Thank you 多谢你买 还有少了 我们没有买我们试 短 一条短 一条长 有一块天龙的拥抱 说明书 这些都不会开 你剪它 哇,等我来 不是啊 剪烂了 不,一定要剪烂 因为你不剪烂 是没可能用到的 好 好 马上试一试 对啊,听一听 开一开 看看有没有声音 怕有没有大声 你破它 哇 要开到差不多这个 这个音量 对 而且也不算很难推 但不是那些百多含的 肯定是属于容易推 但戴得很舒服 重不重呢 不重 一点都不重 很漂亮 它还要摸到木的 竹的质感 我主要是用这个开箱 的而且就要 因为动圈单元 Must Bowl 现在还未过年 我们过年了 到猪年才再搞它 OK 就这样了 另外这个耳机 当然除了听感之外 也有很多新的技术 以及在制作上 有很多细节的地方 是加了下去 在这个时间 我就会交给我的兄弟艾域 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副天龙9200耳机 究竟在技术上 落了什么心血 以及在日本製作上 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地方 不记不过 天龙已经连续三年 帮V-Wood 系列推出新产品 两年前的7200 去年的入门级5200 到今年 我手上的全新旗舰型号9200 亦是V-Wood 系列第一个五位数字的产品 为什么可以买到这个价位呢? 第一件事是 9200是全日本人手制造的 而它也将外壳用到竹去制造 这个竹是在日本南部的高资源出产的万中竹 其实竹在日本经常用来做乐器 对比7200的胡桃木和5200的斑马木 9200的万中竹其实有更轻 而且干性也能维持足够的水平 和抑震能力也非常出色 这个万中竹的机壳 在日本高资源斩下来之后 会由日本的将人 在当地用一个月的时间加工和处理 完成后便会运到天龙 位于福岛月的白河音响工厂 由技术人员完成了余下的所有工序 包括组装、包装和检查等等 至于规格方面 它用了50mm的纳米纤维无缘挂边单月 亦跟7200一样 但因为它用了竹壳的关系 纳米纤维的比例也有调整 而且震膜的外围也有改良 令到声音的失真更低 数值上灵敏度跟7200一样 但左矿稍稍稍降低至24Ω 而频率响应范围 由5Hz到56kHz 对比7200稍稍稍高了1kHz 耳垫方面 也继续沿用3D剪裁 合乎人体工学的耳垫 就是日本人造皮加记忆海绵 而头架是用了真皮的头带 以及铝合金的机架 实际戴下去 舒适度跟7200也很相似 这两天使用它很舒服 不会焗,也不会沽着头 基本上长时间听也没问题 对比7200和9200一样不同的地方 就是跟机会有两条线 一条是3米6.3mm端子 导银无氧铜的耳机线 是为家里用的 另外有一条1.3米无氧铜 3.5mm的耳机线 是为出街用的 而这条出街用的线材 亦会跟机跟一个3.5mm转 6.3mm的导金专属端子 是为你博其他器材 至于声音方面 我对比之前听过的7200 我会觉得9200 会来得到中性和平衡 另外,因为可能用了触银的关系 高音对比7200 我会觉得更通透和延伸的表现更好 但细节的分析力和密度 都可以保持到 整体来说,声音的进步挺大 另外,因为用了触银的关系 重量较轻了 但也保持了7200的3D耳垫 3D 剪裁耳垫 以及真皮的头带 我认为配戴的舒适度 可能比7200更大进步 如果真的长时间用来听歌 而之前已经觉得7200很满意的话 9200 给你的驚喜 应该会更大 听完熊人和艾维对这耳机的看法之后 就来到我了 但在说声之前 再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里有个天龙行 这个是5200 年代他们用的木 这个是920, 这个是竹 有件事很想试给大家看 这两件的尺寸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看看之前他们用木做的耳壳 究竟重量是多少 大概是200g 多一点 然后这个就是9200 用的竹 这个大概是125g 左右 其实轻了差不多接近40% 它的密度低了 以及对声音的反应也大了 另外顺便讲一下 这个机器里面还有 就是这个动圈单元 一般的耳机是用这种动圈单元 但天龙的动圈单元是这样的 单元在大音压之下 边形会小一点 而且它的单元直径够大 所以整个声音的效能会更加强 声音的速度是快的 就是想和大家拆不住给大家看 所以看照片又不够过 所以威廉长就拿了一些零件道具给我看看 可以更加清楚这个耳机是怎样的 过年过了很久了 对了 其实头头尾尾只有三四个星期了 里面已经有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狂熬它 是真的很需要熬的 因为这副耳机和我开箱的同样厅 是真的差很远 我希望店头有很多 因为没播过 真的差很远 首先就是 它的声音依然保留天龙的那种減听的色彩 声音直接 声音充满活力 声音是非常有能量感的 声音分析力非常高 不过有一件事很想和大家说 就是和7200 最大的分别 就是它的触壳 是令到声音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 刚才我听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 在大声的情况下 它也不会那么压迫 它真的有些好像开放式 或者半开放式的大耳熬 让声音是比较拉厚一点 就不会那么厉害 拉起来 亦是因为它是靠背 所以它整个耳面遮蓋得很好 所以基本上是不漏声 隔音做得挺好的 隔音做得好 就是你听着的东西不会吵到人 外面的声音也没那么容易让你听到 对得住它Made in Japan 的工艺 对得住它的售价 看左抗不难推 基本上也不难推 我也试过就这样拿玩家播 也真的不太难推 是推得到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你看到我这样呢 就是因为它可以接受耳抗的range 很大 就是你落到耳抗 你落到耳抗之后 其实理论上那个推力是立即充满了 它是受到的 它不会有底措 它不会爆声 它不会弄得尽 不会的 但是比较大一点推力 它的声音就可以再漂亮些 我们听一些例如古典乐 着士乐 或者一些现场录音 演唱会的现场录音 这些是特别需要声音 可以做得更加多的层次感 在这个大一点推力的情况下 它是更加容易表现出一个超高水准的表现 今天跟大家介绍天龙的旗舰耳机 AHD9200 大耳牛 日本製造 亦是一个非常英俊高级的手机 靠标的手机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了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 请点赞我们 另外还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住频道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出现你第一时间收通知 另外也记得点赞我们的Facebook和IG 对试机的幕后花水可以在那里跟大家分享 除了我之外 也找了两位兄弟 分享他们对同一产品的意见 希望大家喜欢看 稍后也有很多新的Hefi产品 会跟大家介绍 因为新年隔了一轮后 其实有很多机器在新年隔期内不断试 试完之后是时候要出报告 好,下次再见,拜拜